新闻商全知名的按摩店 现在是被前员工提报 说不但是没有给加班费 而且劳健保高薪低报 甚至还无故解聘员工 已经有三四位的清洁人员 被当场解雇 老板从监视器看到他一拐一拐的 就觉得说他这样子有碍观瞻 就也直接叫他说不用来了 招指控的按摩店在新门有两家分店 开业不到一年就陷入劳资周分 前员工A先生 某文指控雇主是二老板 伪造文书删除他的请假记录 害自己矿职被开除 加上自己总共有六人都被无故解雇 但店家反驳是不实指控 完全都是他凭空编造出来的 在任职的期间无故矿职多日 所以我们是以劳激发予以开除 已经可以提出没棒的告诉 北市劳动局协调会议中 前员工A先生以劳健保高薪低报 未提拨退休金跟未给资遣费求偿一百万 但雇主只愿赔五万调解破局 双方互告对付公堂 而A先生也公布了对话记录 雇主曾经呛他说诽谤罪犯的可是刑法 看是谁才请得起好律师 在调解会议的时候拼命的威胁我 就说他被罚只是行政裁罚 可是我们如果诽谤罪是刑事罪 我们会罪很重 相关局处也启动相关调查 北市劳动局也认定雇主违法 雇主有为依法给付劳工平日加班费 以及休息日出钱工资 含令事业单位限期陈述意见 雇主违反劳基法两项最重合计能开罚两百万元 有没有劳健保高薪低报 劳保局表示有接获检举还在办理中 但有无违规还有待厘清 到底谁对谁错得等司法程序结束才能定论